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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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好久沒有拍VLOG 這次是Working Vlog 又更久了 大家一定要把這支影片看完 距離上次拍影片 大概有兩個月 上次是拍生活VLOG 去紐約週晚 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大概早上六點多 天都還沒亮 我就覺得好痛苦 因為我們這週季節 已經算是秋天的尾巴了 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也會很冷 早晚比較冷這樣 然後天都還沒亮 我就起床的時候超痛苦的啦 然後但是 這就表示冬天要來了 那冬天要來的話呢 就很開心因為可以去滑雪 我們這週秋天就最有名的 就是楓葉季 然後會有很多從外周來的朋友們 專程開來我們這一週看楓葉 就是訂個三天兩夜這樣 如果你是喜歡 從小紅書上面 找旅遊景點的話 我看到很多人 分享我們這一週的楓葉的景點 都大同小異 就是那幾個大點 就是那種觀光的大點 但其實我們LOCAL 就是本地人住在這裡的 都不會想要去那幾個點 因為我們這邊隨便路上啊 都是那些好看的楓葉 不一定要去那個觀光景點 就是平路喔 你不用開到很山上 然後不用跟人家去忍幾人 平常這種平路 隨便都是好看楓葉 很誇張好看的那一種 很多顏色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要來我們這一週 秋天賞風的話可以寫E-mail給我 我再給你們推薦我們自己的一些私房景點 就不用去到Store啦 因為我上次去Store的時候啊 我從 因為我上次去別的地方 然後會經過Store的交流道的時候 就大塞車 好我現在先給你們看我們隨便一個路上的景點喔 是不是超美 旁邊路上就是這種紅色的 待會啊 然後往你們的 右前方看 也就是鏡頭的這個右邊這裡 有一個角落 就是我很喜歡的樹 然後它在秋天的時候變 會變紅色 就是剛剛你們看的那個紅色的樹 好看到我們紅色的樹 是不是很美很美 就是這幾棵 超美 然後還有旁邊這邊啊 你看路上的樹就是超美 對 所以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刻意開到 跟人家人氣冷 開到Store這個地方 現在是中午吃飯時間 然後趕快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影片的乾媽 Ana Luisa 耶 每次都穿戴他們家的飾品來上班 因為他們家的飾品呢 非常的就是小巧精緻 所以你每天帶來上班的話 也不會太過招搖 那他們家當然也有很招搖的設計 你也可以就是去夜店的時候 或是去就是約會的時候呢 就可以傳 那這一次我選了一條是 他們家的銀飾 因為我之前都是狂選金飾嘛 那他們家的銀飾 我就選了這個造型的 那這個呢 小愛心它是小的 然後它有出大款的愛心 那因為我覺得我想要小巧一點 所以呢 我就選了這種小size的愛心 然後這個長度是我用到最長 所以這個項鍊是長度 一直往下拉的話 拉到底會是這樣 那今天因為我穿scrub的關係 剛好是V0 那我覺得呢 我prefer 我剛剛有試戴一下最短的 最短的剛好就會卡在這 這樣子也不錯 對 他們家銀飾其實 你看這個也蠻可愛的對不對 對 我之前都是選金飾 但是想說這次選銀飾的來試看看 好 再來呢 是我 這次有選一副耳環 然後你看他們家的這個設計 有沒有很像那個火柴盒 超可愛的 然後他們家的包裝啊 到就是從運送的外面的那個盒子 到所有的設計 都是紙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有些那個塑膠的帶 會用太多 就不會 好 給你們看一下 這次 來 分享一下耳環 好 好 就這樣子打開來 好 好 耳環的話選的是 金色款 然後這一次呢 來試戴 馬上帶給你們看 我覺得沒有到很浮誇 上班也可以帶 不曉得現在護理環境 台灣的啊 護理環境 上班可以還是可以帶耳環嗎 以前我的那個年代是可以帶 但是不能帶這種太大的 或是就是他們只規定只能帶 固定式的耳環 不可以帶水調啊 然後不可以帶太多 不可以帶花枝招展 的人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理解 但我覺得現在應該有比較開放 沒那麼嚴了吧 好 yep 戴上去感覺就是這樣子 還不錯吧 所以不會很囂張啊 而且他後面這個 勾起來的整個包覆你的耳垂 很好看耶 好那他們家呢 現在就是在做黑舞的折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趕快去資訊欄點連結 進到Ana Luisa 就會有他們的那個黑舞的折扣 在吃飯前呢 趕快跟你們分享一個醫學單字 叫做Nissan Fondoplication Nissan呢 它是這個手術法 所以通常我們在交班講話的時候 就是講Nissan 但是它的全文是Nissan Fondoplication 胃底折疊術 主要是用胃食道逆流嚴重的病人 他就是用 通常是用腹腔鏡的方式 把胃底然後 繞到食道下 就是食道皆胃的那個肌肉 把它縮小 那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胃食道逆流 所以就會有一個Nissan Fondoplication 這個手術 待會吃完飯 或是晚一點下班的時候 跟你們分享 就是 臨床上面這個手術 造成的我之前的一些困擾 我在照顧病人發生的小趣事就對了 哈囉大家 我終於下班了 後來我變超忙的啊 總之呢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Nissan的Surgery 他做完這個手術的病人啊 其實因為你想想看 你的胃 的胃底那邊就是 被拉過來 然後繞到食道 那是不是就是 會感覺會有壓迫感 會緊緊的這樣 反正有一次呢 就發生有個病人 我跟他待在PACU兩個多小時 是因為手術 所需 所以他必須要 待在那那麼久 在 都沒事喔 然後在 我快要 送他回病房之前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我感覺我的胸口 悶悶的 有 Pressure 你知道 臨床上一聽到這個 大機會啊 然後我們就馬上 我開始就是 看他做 12導臣1kg 然後通知馬醉科 然後呢 他之前呢 開過一次手術是 因為 肺脊髓 就是Pulmonary D 然後又要再重新被插管 然後又多 待在ICU多了很幾天 好多天 所以他就說呢 那個感覺 跟上次他肺脊髓的那種 感覺 一樣 回來了 然後他又再加上 更焦慮 所以呢 整個呼吸就是不順 然後就覺得說 就一直有 Pressure 這樣 我就也通知了 Dunker嘛 那Dunker就過來 然後就說 因為我們也有 麻醉科就是 也有做抽血 然後他就跟 那個Dunker講說 之前有發生過 然後有做過這個手術 然後之前我就跟他講說 做完這個手術 就是會有可能 緊 就是感覺緊緊的這樣子 然後呢 他自己也知道 然後他就說 他 有時候 在家裡 吃太快 吃完飯 就是會感覺悶悶的 然後有 Pressure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不早講 就是 你自己就知道啊 然後 你知道那做一整套 就是什麼EKG 然後抽血 的技術費 然後還有 Troponin I 就是Lab 的錢 這一 就是你就等吧 你就等我們的帳單寄給你的時候 你就看你要付多少錢 因為 全部 就是你 你們都知道美國 開醫生很花錢 然後 更不要提住院 然後做這些沒有必要的檢查 所以 所以呢 你在臨床上接到 就是有開過這個刀的病人 你可能就要先跟他 就是聊天的時候 就問他說 你 會不會覺得胸悶 然後 胸就是會有 Pressure on your chest 這樣子 然後在尤其是開完這個手術之後 然後 他們 你知道有可能就是突然講說 喔 胸悶 然後感覺 有Elephant壓在我的胸前 呵 這個 只要 病人一這樣講 所有的護理師就是整個 站起來 然後馬上就是 開始要行動了 所以這種話不可以亂講 Anyways 剛剛最後一個病人 非常的忙 就是在做疼痛控制 然後 家屬真的有時候 很 啊 我就是很不喜歡 這邊的家屬可以進來 然後 為所欲為 覺得他們想怎樣就怎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不要煩我 我重要的是 我的病人 我的病人也就是你的家人 如果你進來在那邊跟我們鬧 然後一副那種 擺出大爺的姿態的話 我會沒有心情 我也沒那個時間去理你 所以不要鬧 我就是只是focus 我只是想把你 我的病人 你的家人照顧好 有夠煩耶 就是 YES 我知道 你懂很多 你可能也有 就是念護理的 或是你是念醫學的 或是你在醫院裡面上班 跟我繞一些專業名詞 我就覺得 OK 你最厲害 麻煩你 你來照顧 你自己來照顧 請你來照顧 好啦 就這樣啦 我現在呢 先 開車回家 明天呢 要在分院 然後明天 我多 就是pick up 幾個小時這樣 所以明天要非常早起來 然後明天 在分院的刀 都是那種 極短刀 然後都是非常快速的那種小刀 所以明天也會很忙 那我們明天再聊囉 剛到單位 剛把我頭髮弄好 然後去了星巴克 拿了我的咖啡跟早餐 然後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醫學的單字 就叫做陰莖切除素 就是Penectomy 那如果是部分的話 就是Partial 呃 全切除就是Total 然後切除素就是Penectomy 就是陰莖切除素 前面幾台刀就是Local Local的病人來到PACU 嗯 就是一個Vital Signs 然後就可以走了 然後病人自己可以開車回家 因為他就只是純Local 等於PACU是一個更衣式的概念 就對了 他們就在PACU換衣服 然後就可以回家 所以他們就是出來的非常快 所以他一下子就結束了 那我現在呢是早上七點半 所以我就要趕快進去PACU 然後做Day Shift的就是Opening的東西 我們晚點聊 現在剛剛吃完中餐 好想睡覺喔 那趕快跟你們分享一個醫學單字 叫做晚睡到症候群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嗯 嗯 口語的話呢 我們就講Carpal tunnel 台灣的話就是CTS 這樣 然後血也是這樣 可是我們這邊就是直接打 Carpal tunnel syndrome 沒有打CTS 那我現在要趕快回去了 跟大家分享我的耳環 就是我昨天介紹的Analisa的 我今天就帶了這個耳環來上班 還不錯吧 你看 不會到很誇張 但是呢 很難忽略它的存在 終於下班了 我現在在我們的Locker Room 好 然後趕快跟你們分享一個 醫學術語是Treatment 就是在精神科比較常見 然後我們PACU會接到這種病人 他就是做完ECT 我之前好像有分享過ECT 那ECT是縮講縮寫 全文呢叫做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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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是對於 憂鬱症的患者 比較有效 那在就是譬如說 極度重度的造症的病人 就比較沒有效 主要是對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所以你會看到 病例上面會有寫MDD 就是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然後我在PACU呢 這邊上班了也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現在也比較自在的 可以跟病人還有家屬 聊一些有的沒的 之前是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不太敢就是開玩笑 就是你不知道 就是這邊的文化的玩笑的 你知道那個界限在哪裡 然後有時候我會觀察 我同事跟病人怎麼講話怎麼回應 然後也會觀察說 哪一些病人 他給你的反應 或是他的一些非語言的一些回饋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病人是不是可以開玩笑的 還有家屬這樣 對那反正有幾個就可以分享給你們啦 就是有時候 像如果要量血糖的話 我覺得這招對年紀大的病人 尤其是男生 就是那種中老年人 超重他們的 他們超愛 量血糖的時候啊 然後就會說 Check in your blood sugar I wanna see how sweet you are 然後他們就呵呵呵 大笑這樣 然後尤其是中老男人 好愛這個笑話 對 然後再來呢 是我們出院衛教的時候 通常因為我們會講說 You should not drive for 24 hours Should not make any important decisions for 24 hours Take it easy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today 然後我就會說 So no party tonight 然後病人跟家屬就會說 No party? Damn 然後我就會說 But if you do, let me know I'll be there 然後他們就呵呵呵大笑這樣 有時候問他們說 要不要喝東西啊 然後他們就會說 Oh you got any gin tonic? Any alcohol? Right? And then 當然我們沒有酒精嘛 我就會說 沒有我們只有 Ice water, ginger ale, apple juice, orange juice, cranberry jui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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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講一些我們有的 然後他們就會說 不然就Ice water好了 然後我就會 裝完水之後拿給他們的時候 我就會故意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純Vodka這樣 然後他們就也是會大笑這樣 就是這些小玩笑話就是 會讓病人也覺得說 欸還蠻輕鬆的這樣 反正 對啊就是分享給你們幾個 等我回去想一下 我想到更多 我明天再可以分享給你們 好那我現在呢 就準備整理一下我的東西 然後先回家囉 趕快講一個醫學單子 叫做玻璃體切除素 叫做Vatrectomy Vatrectomy 我覺得眼科的專有名詞 都非常的難懂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專科 然後我聽說是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們在下面有沒有留言可以告訴我 如果你知道的話 就是能當眼科醫師的 通常就是在醫學 就是在校成績非常非常的優秀 然後才可以當到眼科醫師 然後才可以當到眼科醫師 而且很奇怪喔 我在我們醫院啊 都沒有看過眼科的 都是attending 對幾乎全部都是清一色attending 我都沒有完全沒有看過什麼 intern啊或是residence在眼科 所以我就覺得很怪 還是我們醫院就是還是太小 就不到那種可能Hofford會有吧 就是Hofford附屬的醫學院 或是什麼長春藤附屬的醫學院 或是什麼UCLA附屬的醫院 會有眼科的residence 因為我們這邊全部都是眼科attendings 好我們現在先去吃中餐 現在呢就是所有的case都結束 然後最後一個病人呢剛回家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鎖這些軌子 因為這個小院區不是24小時的 所以晚上的時候是沒有人的 那就有規定說呢closing的人要鎖櫃子 把一些像什麼針頭啊syringes 這些把它鎖起來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然後趕快跟你們分享一個醫學單字 基建固定術 因為在這邊都是骨科居多 基建固定術呢叫做Tenodesis Tenodesis 等一下我先鎖一下這個 這個很難鎖 很明白 為什麼會卡卡 Tenodesis 好明天呢我就要放假啦 如果明天有Urgent 有人call out sick 然後單位是放Urgent的話 我就會想要出勤 還有禮拜五也是 但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放假這樣 那禮拜天的晚上我是uncall的 Yup 所以呢 這次的Working Vlog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你們喜歡 那別忘了去資訊欄看 Anna Luisa的視頻 他們的Black Friday sale 就有30%的打折 那下面有連結可以去看看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 嗯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